名人堂家WBC成就讲,从大满贯拳王到公益事业,周世明要做一辈子柳号搏击棕树大满贯拳王,周世明,做客人明网一号演播听,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 从一名瘦弱的小镇孩子,到世界冠军,奥运会冠军到职业拳王,赛道现如今将更多时间用在拳击的传承,以及慈善公益方面,周世明一路走来很辛苦,但也很通实。 从2005年获得第一个拳击式锦赛金牌开始,周世明就成为中国拳击,乃至中国竞技体育的一张名片,二十年职业生涯,三次式锦赛金牌,两届奥运会金牌,一个WBO赢量及世界军王金腰带,这样的成绩,放眼世界体坛也是非常少见的。 为了这些,周世明付出了多少汗水、泪水,商定只有他自己知道,原本北京奥运会之后,他就可以转入职业拳台,但是为了奥运夺金,他又付出了四年的汗水,毫无疑问,作为从奥运拳击到职业拳击的结束代表,周世明的拳击生涯是非常成功的,并且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。 2月初,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首届国际拳击论坛和AIBA全球年度颁奖典礼上,周世明作为杰出的拳击冠军受邀参加,并入选拳击名人堂。 2月底,他又到美国领取了WBC世界权击理事会最高成就奖,成为亚洲获得荣誉的第一人。 当周世明从WBC掌门和赛苏莱曼手中接过奖杯和证书后,以为着他获得了这个是业商知名度最高的职业群集组织的认可。 今年来,周世明将很多时间用在了工业慈善方面,他关注更多就是孩子与体育。 如去年,周世明染影影夫妇,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融合慈善筹款版业,期间排的一件床具。 全数款向将军于特奥会使用,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有终点,但是慈善工艺没有终点,拳击是周世明的梦想,而工艺是周世明一辈子的事,期待周世明在拳击传承上能够做得更好,期待周世明染影影夫妇的工艺慈善之路越走越宽。